其实就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或者你写错了 不知道哪里错 你可以把它Ctrl C 然后怎么样 贴到那个程式旁边 比多一下就好了 而且你可以贴上去 比一下看看 你会发现两个好像几乎一样 但是有个地方不一样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这个底线 这个底线为什么要加底线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假设像这个程式 因为解析度如果比较高 就是它会有个状况 就是你还要再这样拉过去 拉过来 观看那个后面的程式 会比较麻烦 所以假如说像哪个地方 其实像上面这个也是一样 上面那个程式太长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让它变成两行 可是你要变两行 你不能说 随便看到个地方Enter就好了 不行 Enter的话它会变成说 你那个程式就变成分开 那就不对了 所以如果你要把程式 两行就是说呢 你要把它变两行 但是又不会出错的话 它有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第一个你可能要找到 你那个串接的符号位置 这个串接符号的位置 我习惯是串接符号的后面 会有个空白 请你在Enter符号空白的 右边增加一个底线 关键就是在这里 这个时候如果你加这个关键的底线 你再按Enter 它就会把上面那一行跟下面那一行当同一行 而且你要放对位置 你不能说随便放一个underline 不行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这边没有空白 好像很会出错 一定要空白对不对 所以特别之后一定是end空白加一个底线 那就OK 像上面这个也是一样 这边后面程式太多找一个end对不对 然后加一个空白 在空白后面加一个底线再Enter 嗯 这样子一一开看看 OK了 没问题 这应该也蛮常遇到 因为以后你的程式有可能会写太长 太长怎么办 你拉来拉去其实不方便 所以可以用这一招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我们这个部分完成之后 记得执行的地方 请特别注意一定是在这边插入这个函数里面去执行 所以特别注意假设我今天先把它清掉了 然后插入 这边有一个使用者定义就出来了 然后手机函数它就跳出来 一二三一个 两个三个 不过还好只有三个 如果有五个十个的话 你要点太久了 对有时候栏数太多 那假如说你今天希望刷一下就可以的话 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这也是同学问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 可不可以一次就是带三个过来就好了 那我只要刷一次一个引数 带三个资料 特别注意一个引数要带三个资料的话 那你刷的时候呢 假设我们以上面这个刷一下过来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是有带三个资料 而这三个资料是放在一个阵列里面 阵列是什么呢 你会发现在Excel里面 HallPBA里面 用大瓜糊来叙述 大瓜糊里面呢 它会放三个东西 这个叫阵列 也就是说在 那个Excel里面 虽然是一个范围 范围实际上在Excel内部 都是叫做阵列 那这个阵列的话 一次可以带三个四个五个 反正你选几个都可以 就是它可以带多个资料 OK 所以可是问题来了 我带这个给它 那问题它怎么去接 那接到之后怎么去做切割呢 因为里面明明有三个 可是你带给我一个 那我怎么把它分开来呢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特别是 虽然这个很简单 其实不难 但是坊间的书籍 好像看来看就没有提到 这个是我工作上 我自己把它想出来一种简单的方法 然后要怎么做呢 第一步 你可以先把这个阵列 这个阵列里面的东西 也许丢给一个变数 我们用一个A的变数 那A这个变数名称之一取的 因为阵列的英文叫array 我们用array的前第一个字 A来代替好了 然后呢就把 这个我给它的这个东西 先丢给A 那如果要抓到第一个的话 它的逻辑跟那个sales 还蛮像的 这个是横向是列 纵向是蓝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抓到第一个 你就用刮壶叙数 我要抓第一个就A 1列一蓝 1-1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给它什么 A刮壶先列再蓝 1-2就OK了 这个的话同理可证 A1-3就可以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写成范围的话 怎么做 大概有概念先知道一下 接下来用这个概念 1 其实如果已经写好 只是差别有部分不一样 你可以怎么样呢 干脆拿这个来复制 直接怎么样 贴上到下面就可以 不用重新插入程序 只是说特别注意 你要知道改哪里 实际上当然你这个 public function 这几个字自己打还OK 只是说呢 不要打错就好了 那接下来 如果要把它改成范围的话 第一个 请你在这个名称上面 把它改成叫 叫手机范围 好 第一个 那后面的话呢 就不需要三个引数了 直接给我一个引数 叫电信业者范围好了 OK 反正这个名称 尽量让使用者 能够越容易明白 越好 名称不一定要 这个名称没有固定 你可以自己用 自己习惯的方式去取 那接下来 特别注意 返还给谁呢 一样要返还给 自己本身 那这个 因为你复制下来嘛 原来叫手机 不过现在已经改成 叫手机范围 所以你一定也要记得 两边一定要是一样的 名称跟最后接的 那个名称要是一样的 如果你刚刚像之前有同学 贴完之后忘了改这个 如果忘了改这个的话 回来东西就没有 因为它漏接了 接不到了 OK 那不过再来就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 因为它过来的东西 是一个阵列 里面有三个资料 那问题呢 我怎么把它切割 切割的方法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用一个A 去先接接收它 那接收的方法就是说 后面的东西会丢给前面 所以呢 后面的东西丢给前面 所以A等于什么呢 A等于 我先把这个复制过来 A等于电信业者范围 他选了东西 那我就先丢给A 所以A就接收到 刚刚里面的阵列 里面有三个东西 那我要怎么取得第一个呢 第一个就是 刚刚是电信业者 所以呢 我可以在这边叙述 那这边第一个 我先把它取出来 那就是A刮弧 一列的一栏 OK好 这样的话呢 我就可以把第一个 抓过来放在这边 那以此类推嘛 这边的话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门号区嘛 我就把它改成什么呢 贴上去啦 我直接把那个前面贴 改成 第一列的第二栏 OK好 那这边的话呢 第一 第一列的第三栏 反正以后呢 有类似的状况 你也可以 如法炮制嘛 如果当然他选的不是很像 不只很像一列 还有纵向的好几列的话 那你也可以 前面这个是列 后面的是栏 一样可以抓到 那个很多资料 可以处理完 丢回来就好了 概念是这样的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一样做测试 应该知道我改哪些了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 一把上面的复制过来 改了什么呢 这个 这个名称一定要改 这个本来三个变一个 然后呢 再把这一个丢给A 后面这三个 还有变一 其他都一样 逻辑都差不多 好 那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试试看 如果要试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呢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 只是说还有一点时间 慢慢熟练 应该会看懂都看得懂 可是问题是 你要除了要懂之外 还要做得出来 做得出来之外还要很熟 不能说想想半天 那不然就是漏这个漏那个的 OK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试一下 那他的麻烦地方 就像不像Sav可以直接执行 他一定要到哪里呢 一定要到这边 一样插入一个 使用者定义的函数 叫手机范围 那他会跳出来 因为我只有给一个 一个引数 所以他只会有一个引数 刚刚有三个嘛 现在只剩一个 那他会跟你讲说 电信叶子范围给我一下 那我就刷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会给 有没有 三个 因为我刷了这三个 那一定是一个正列 大瓜糊叙述 OK 所以以后你大概知道一下 什么叫正列 反正就是一个 一个变数里面 它可以放很多个资料 不止两个 不止三个 可以很多个 那接下来按确定的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结果就丢回来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串接完 一样丢给手机范围 手机范围再丢到这个储存格 按个确定 OK 好 那把它向下填满 结果也是会是一样 只是差别是说呢 比刚刚那个手机函数 它相对的操作起来更简便 因为呢 直接怎么 直接刷一下就可以了 有没有放这边 刷一下 刷一下 确定向下填满 就OK了 那以后的话当然 这个这两个函数呢 会是跟着什么 跟着这个档案走的 所以呢 如果你这个档案给别人 它这个档案 它只要打开来 就会有这两个 制定函数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那完成的那个程式云端上也有了 其实就是这一段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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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